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这堂课的老师 我是我们教大艺文中心的主任 红绘冠 很高兴有这么多的同学 一起来修我们这堂课 那希望每一堂课都可以看到大家 还有希望每一堂课 都可以看到大家越往前做 那今天你可能做到最后一堂 可是希望下一堂课 你再越做越前面 那我们这堂通事经年讲座 就是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让同学可以更广泛的 来接触各个不同的领域 就是包括人文社会 当科学的领域跟理工的领域 搭在你们的科系里面 你自己的系所就有非常非常多 相关的专业课程 就我们希望能够来弥补 就是我们在教大最缺乏的人文艺术的领域 那因为艺文中心有很多的活动 就是在每一个学期 我们的艺术季里头在举行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结合这个资源 包括邀请艺术家或者是带领大家走出去 能够让我们同学们可以有 对这块土地 甚至对艺术创作有更深刻的了解 然后也培养大家的兴趣 那我们这学期的 等于是第一堂正式的这个讲座的课程 就今天开始 那今天因为也是我们教大艺术季的 第一个展览活动的开幕 那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可以邀请到我们这次参展的艺术家一起来 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创作的理念 那我想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可以对于台湾的当代艺术的不同的面向 有更深刻的了解 那因为我想大部分的同学都还没有去看过我们的展览 那个展览 大家知道我们的艺术空间在哪里吗 对就在前面你们要进教室的时候一定会经过 就是我们的那个餐厅米诺瓦餐厅的鞋对面 对面 那你们在大一的时候都有修过一文护照的课嘛 对不对 一定要看三个展览 然后听一场演讲或者是相关的音乐会 那有没有没通过的 没通过的举手 所以你们都通过了 那通过了以后 希望你们还可以养成一个习惯 还是可以经常的去接触这些艺术活动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档 第一堂课我们就邀请到我们这一次 教大艺术季的第一个展览的策展人 跟我们的艺术家来到现场 那我先首先邀请我们的艺术家 他们一起到台前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那首先我要邀请我们的策展人 徐婉珍 徐老师 来大家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 徐婉珍老师 那徐老师他也是我们教大的校友 他原来是大学试念电物系 然后是我们的物理研究所 物理研究所的学长 这里有没有物理系的 那他后来去 也许等一下他可以自己分享一下 他为什么会从理工的领域 他也在台积电当过工程师 然后现在他是专业的策展人 然后也写艺术评论 那后来他就是到师大美术研究所去进修 拿到了博士学位 所以后来他就弃工程师 弃理工的领域 然后转到这个比较没有钱 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直善事业 那等一下他会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历程 然后也会跟大家分享 他为什么会回母校来 然后一起来策划这次的展览 那我们先欢迎婉珍老师 然后第二位我要邀请就是我们 吴季涛吴老师 吴老师来请 我们给吴老师一个热烈的掌声 好 那吴老师目前是台北艺术大学的教授 那他的当代水墨非常精彩 那这一次在我们的展场有三幅 他的当代水墨的作品 那我作品我不多讲 待会他们会介绍他们的作品 好 那吴老师先请坐 那接下来我们也邀请林艺术 来艺术 好一个年轻的创作者 看起来很年轻 好来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 林艺术 他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艺术创作者 那这一次 对到前面来 前面来 那这一次他展出的作品是他的版画作品 在我们画廊的二楼 很特殊的一个版画作品 等一下大家会看到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邀请赤男 赤男 赤男弄好了吗 好赤男是这个是他的艺名 翅膀的是男生的男 赤男 赤男老师 他是花莲高中的美术老师 那我们非常谢谢他这个辉月中央山脉到我们交大来 那赤男老师等一下会介绍他的作品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邀请郭慧禅 慧禅老师来 好 慧禅老师他这次展出的是他的这个互动艺术的作品 那除了艺术家之外 就是我们在做互动艺术或多媒体的时候 有的时候需要科技跟艺术的结合 所以我们特别有一位工程师 跟大家领域很相近的工程师 我们李嘉祥来 嘉祥老师来请到现场来 对 好 然后还有叶余离来 我们来给那个叶老师一个掌声 对 好 叶余离老师也是多媒体的这个作品 好 等一下他们会介绍他们自己的作品 然后还有一位艺术家 也是我们的交大的校友 还没好 对 好 叶余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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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正在那边那个帅哥 是我们交大建筑所毕业的学长 那他这次 好 来给叶余离一个热烈的掌声 好 那这次有展出他的装置艺术的作品 那待会儿 我们希望大家听了这堂课之后 你们找时间 就是到艺术空间来实地看展览 那我觉得 最好的欣赏艺术的方式 就是你们不要觉得说 进美术馆或进演艺厅 好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其实没那么难 只要你愿意的话 你踏出一步就可以了 那艺术当然也不是只存在于美术馆或演艺厅 对不对 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都是 那这一学期我们的交大艺术季有很丰富的活动 那因为我们的艺术季的手册 因为这次是用招标的作业 所以目前还没有印好 不过大家可以上我们艺术中心的网站 我们的很多的活动讯息 在学校的帆布 在我们的网站都有做公告 那我们这一学期也会有 大概有十几场的表演艺术活动 那也有展览 每一个月会有不同主题的展览 那另外就是我们还会有台联大 我们跟台联大去争取的一个台联大系统的 一个住校艺术家的活动 这个住校艺术家我们邀请的是表演工作坊 来做我们的戏剧的一个工作坊 那也会另外除了我们这堂课之外 另外也会有赖声川还有丁乃竹 就是我们表演工作坊的灵魂人物 赖老师他们的演讲 那也会有表演工作坊的演出 好像是再见桃花园 那还有很多的活动 还有我们两厅院的参访活动 现在也开始在报名 那另外也有我们的文化小旅行 有三场文化小旅行 都很希望我们 特别是我们同事今年讲座的所有的同学 希望大家不要放弃你们自己的权益 那好好的给自己一个机会 让自己可以有机会来亲近艺术 然后你养成一个好的 为自己开一扇窗 那未来你们可能会直接从我们交大的前门 然后从后门就走到科学院区去 开始过非常枯燥 而且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工程师的生涯 那希望你们都可以在工作之余 也能够享受人生 那好好的透过艺术来丰富你自己的人生 说不定对你的事业也会有一些帮助 好 那我就不占用时间 我就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策展人 徐婉珍 徐老师来介绍他自己跟说明一下创作理念 来我们掌声欢迎徐老师 同学大家好 谢谢主任的介绍 那个 我是那个 这次展览就是碎碎链 的这个展览的策展人 那首先什么是策展人呢 就是curator是可以翻成馆长 但是在其他地方就不是馆长 就是负责一个展览的策划 那首先会可能需要有一个idea 然后去执行这个idea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最主要讨论的是 关于当代艺术的变与不变 那首先可能大家先知道什么是当代艺术 然后才知道当代艺术是有多么的变得多厉害 然后才会知道说 我为什么要弄这个展览来讨论那个 这当中不变的是什么 那我要自我介绍一下 可能很多人对我有点好奇 说起来我在交大待的时间非常的久 我大学是念电子物理系 我是电五八三级 对 电五八三级 现在八三级离你们非常的遥远 我看起来似乎也不太像八三级的人 对不对 那我物理所当然就是两年嘛 就是八五 八五级毕业 那物理所毕业之后 就像刚刚主任讲的 就是从前门出来就从后门出去了 然后从后门出去就直接去TSMC了 那TSMC就去当制程整合的工程师 制程整合干嘛的呢 就是管module的 就是整个生产线有很多的module工程师 比如说有黄光工程师 etching啊或者什么的 然后我们是整合就是要负责integration 把整个整合起来这样子 我简单就是讲一下我的 刚刚主任说需要介绍一下我的心路历程是吗 事实上是这样子 有时候人不太去想到底自己是在做什么 或者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很容易就是会顺着一些事情的发生 然后就发生了 这样说的意思是说 我进了交大 我大学的时候 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常常在拿那个书卷讲 然后我大三大三就知道我可以直升 所以我没有考研究所就念研究所了 然后在搞不清楚的状况之下 然后就去TSMC了 然后去TSMC也搞不清楚状况之下 就当了制程整合去 去那个面对很多module这样子 可是就在TSMC的时候呢 我开始 开始想了一些事情 觉得我好像似乎不能顺着一些 好像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我就 就这样子一直走下去 所以就在 就做了一些思考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在TSMC很好 我那时候修那个特修啊 都是一次就把它请光的那种 所以一次就会有可能 可以有20天或者是几天的假期 那我去了 我去了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 现代一顺博物馆 然后看了一些作品 就是罗丹的 还有马蒂斯的一些作品 让我有很大的启发 那我回到台湾之后 就开始酝酿着 要离开TSMC 对 那 对 可是就在我拿到那个 优秀工程师奖的同一天 我就向我的manager 提出了辞呈 然后 这个 我的manager就觉得傻眼 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可是跟他相谈之后 他们能够 就是我在TSMC有很多 很好的朋友一直到现在 这些manager有时候已经离开了TSMC自己去 变成是一个公司的owner 或者是有的 我当时的department manager 现在已经是TSMC里面的资深副总了 那他们都非常的support我 因为他们明白我想要做什么 或者是说人生的价值 可能不只是在赚很多钱 这件事情上面 还有其他的价值的存在 这个同学应该也可以好好的在 想一想这件事情 就是说 你们 你们的人生到底是 要怎么样的走 然后要 这一辈子要留下什么东西 这件事情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那这下子可怎么办呢 我开始走进了艺术的领域之后 我是一个碎碎链的策展人 就是这个展览的策展人 你们会发现 我是一个很爱谁谁念的策展人 所以就是这些艺术家 还有包括我们在部展 整个从事展览的筹备 以及执行的过程之中呢 很多都是不厌其烦的 一而再再而三 只是因为我有一个想法要实践 你就拖着一大堆的人 陪着我去实践这个想法 那终于我们还是把它做出来了 那有些在座可能有些同学 在部展的过程之中就是遭受到我的蹂躏 就是可能做一个什么事情 然后我可能看了一下觉得不太满意或不太妥当 他们就要重做 一而再再而三重做 甚至包括我们现场的几位艺术家 他们在做那个空军 那个作品的设置的过程也是这样 就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做 一直要做到最好 然后这种心态 这种心态 我直接跳到最下面 这种心态其实我 我真的是不可会言的 我残留了一些从TSMC以来的遗读 就是我当时在当 那个process integration的时候 对于module的要求 大概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为了追求良率呢 这个module就是要不断地蹂躏 就是要达到最好最好的结果 这个也就会被我带来做策展 就是带到艺术领域 因此呢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我的策展工作就有点成为 艺术领域里面的制成整合 只是少了daily review 少了weekly meeting这样子的东西 我还没有到那么严格的对待 我们的这个艺术家跟整个部展团队 好 那我呢同时也是在写艺术评论 就是之前我在艺术家杂志 就是台湾还蛮重要的几个艺术性的杂志里面 我有一个艺术的艺术讨论的一个专栏 就是专门在讨论这个台湾的当代艺术的生态的问题 当时我拜访了很多台湾的很多艺术家 跟他们做了很多的沟通跟了解 好 那艺术评论是什么 它是借由文章 借由文字 其实也是在谁谁脸 对不对 好 面对一件艺术作品 它应该要怎么样 它的意义在哪里 它要传达什么 然后它使用的媒材 它使用的形式 它的各方面要去分析 做讨论 这个也是一种谁谁脸 好 所以搞了半天 我其实弄这个展览 就在呈现我自己 好 借由大家的作品 那刚刚已经讲过 我念电物系 我念物理所 后来我在师大的博士班 就是艺术评论的这个 美术所的艺术评论博士班 拿到了博士学位 可是对我来讲 这中间并没有太多的差异 并没有太多的差异 我常常觉得 这个科学跟艺术呢 没有什么界限 我也总是以为 这个物理跟艺术之间呢 也很相通 那这相通点在哪里 如果在物理学里面 想要追求的什么 我们当时学 斯大利学 想要追求的一个 最本质最终的一个解答 一个本质性的答案 艺术也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没有差异性 好 那我也很希望 借着这个展览来呈现 这样的东西 那我就自我介绍完毕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正题 好 那我们一开始先来看这个 刚刚讲说当代艺术 因为在座的很多同学 可能对于这个当代艺术 不是那么熟悉 那我要再开始 请我们的艺术家讲解 他们的作品之前 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当代艺术 它的多变性在哪边 举几个例子来说 OK 比卡索都认识的吧 至少有听过嘛 比卡索 它是我们在讲西洋美术史里面 它是立体主义的第三个 立体主义里面一个 很重要的艺术家 那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件作品呢 应该属于立体主义的第三个时期 就是呈现出一种拼贴 拼贴就是从这件作品开始 那拼贴是什么呢 拼贴就是开始在本来是绘画的 本来是用油画呀 或者是用一些水彩呀 这种材料绘画的这个画面 加了什么 它直接把那个椅子的椅垫 藤边的那个椅垫直接贴上去 开始做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就叫拼贴 那如果可以用贴的 那干嘛还要用画的呢 是吧 所以它开始有了一个拼贴 那宣告了艺术 或者是这个绘画呢 开始要开始变种了 开始要开始变化了 因为我们时间很短 我会讲一下 那接下来到了1917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艺术家杜向 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更严重了 他的作品呢 是直接去厕所里头 把男生的那个小便斗啊 直接搬到这个展览场地 搬到美术馆 就说 这个是艺术作品 艺术变成这个样子 而且他的签名 注意看 他的签名签的不是 杜向这个人的名字 他签的是armute 那这个人是谁 所以借由这件作品 他开始探讨一种艺术脉络 与日常生活脉络之间 这种关系 当一个日常用品的 被拿到美术馆的 艺术领域的时候 他就改变了他的身份 他的权势可以不一样 这个艺术家的身份也被探讨 那到底在这件作品上是 杜向是作者 还是签在那个小便斗上面 那个名 签的那个名 那个mute是作者 还是那个合成公司 就是坐马桶的那一个公司 是作者 这有很多 开始带入一些复杂的东西 那你们说这个艺术是不是 当代艺术是不是开始变得 非常的变化很大 好 下一张 那接下来呢 到了1948年 有一个比利时的艺术家 叫玛格丽特 然后他画了 这是一个平面绘画 他画了一个作品叫做 这不是一只烟斗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 这个图像 这个图明明就是一只烟斗 为什么他说 他不是一只烟斗 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我问你们 什么叫做烟斗 烟斗就是可以拿来抽烟的 叫做烟斗 请问一下 这个图像 可以让你拿来抽烟吗 行吗 不行 因为它只是一个图 对吧 可是你面对这样的图 你会很自然而然的说 它是一只烟斗啊 那这个图跟文之间 就是图跟意义之间的缝隙 产生了一个很深很深的裂缝 这个就变成一个图文之间的 一个辩证关系就出现了 平面绘画已经不再是传统的那种绘画而已 下一张 接下来到了1965年 科史寺 它呢 有一件作品叫 一和三张椅子 它是一个空间上的装置 就是在一个展览空间上面 它有一张 有一张这个图 椅子的照片 还有一张是直接 就是一张椅子 本身物品放在那里 还有在就是一个文字 就是字典上面 Chair 的那个文字的解释 当你面对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它要问你 艺术家问你 这是一张椅子 还是这是三张椅子 你们觉得这是一张椅子 还是三张椅子 很难回答了对吧 因为经过刚刚的那个镀像 跟玛格丽特的思考之后 你们大概知道说 这个图像应该跟 刚刚那个 这不是一支烟斗 有类似的结果 对不对 然后这个实际的物品 这个椅子 应该跟镀像的那个 小便斗 有类似的相关 现在出现的是一个文字 文词本身 也可以传达一种意义 因此它既是一张椅子 它也是三张椅子 就是对于椅子的 这个概念的传递 它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 来告诉你这是椅子 或这不是椅子 它藉由图像 藉由实际的物品 藉由文字 所以这个艺术作品 已经你看多样化 到这种程度 这已经不是我们 传统认知底下的绘画 所能涵盖的 好 请下一张 接下来在1982年的时候 德国的一个艺术家 叫Boys 他有一件作品 叫七千棵像树 现在你们看到 这是当时 就是卡塞尔文件展的时候的 展出 就是展出这件作品 那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你们看到 那个尖尖 这个上面放的全部都是玄武石的 很大的玄武石的石头 那就放在展览场前面的广场上面 一共有七千个 那这要做什么呢 它的作品是什么 它的艺术作品就是说 当你 当有人愿意种下一棵橡树的时候 就可以搬走一块这样的石头 立在旁边 这件作品一直一直持续着 因为要不断地种树啊 石头才会不见啊 七千个石头要种七千棵树呢 对吧 下一张 但是 但是 石头真的不见了 树真的种了 而且不只种了七千棵 远超过七千棵 并且 不只是种在德国的卡塞尔 它还种在全世界很多的城市 包括纽约市 所以你会看到 原本一个城市可能光秃秃的 现在因为这件作品 改变了人的行为 改变了一个城市的样貌 所以 开始有树 开始有绿化 而且它会影响 还不断地影响 一直影响 一直到现在 艺术作品的力量 已经不是我们传统 只是一种 视觉 唯美 漂亮 好看 赏心悦目 它开始有各式各样的样貌 开始有各式各样的影响 这就是当代艺术的多变 那这样子不仅是发生在西方的美术史里面 包括在台湾 在台湾也是 在当代艺术的从事方面 也有各式各样的样貌 下一张 这个就是后来的成果 那这一棵 站在这个美术馆外面 这一棵 这个就是当时 BOYS本人 种的 原本是小小的树苗 现在已经长成 一个很大 一棵很大棵的像树了 好 下一张 那我们就会知道啊 艺术创作的美材 或者是它的形式 可以多样化 是可变动的 我们要问啊 这么多变的之中 其中是不是有什么是 不可变动的 那真的有这个不可变动的存在吗 有还是没有 如果有的话 那会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 我不是说这个物理跟艺术 是相同的吗 对不对 当你看到很多东西在运动 然后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 呃 现象发生 可是背后 是什么 是谁在推动 那不就是牛顿力学吗 哈哈 对不对 就是我们要找的是一个 很背后的终极的一个答案 对吧 好 好 下一张 这个是我们这次展览 你们如果去看的话 一进门 就会看到的一个投影 那我喜欢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 因此就会拉着很多人跟我做有挑战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用投影的形式 那个灯是用舞台灯去投 然后可以试试看 结果感觉非常好 因为很多人即便从外面经过还没走进来 就开始兴奋起来 就看到这个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兴奋 这就是碎碎脸 我们展览的一开始 好 下一张 那这次展览呢 邀请了十一位的艺术家展出了十一组的作品 不能说十一件 应该讲十一组 因为有的是一个系列 然后有好几件这样 那这次包括在座 以及今天刚好有事情 没办法参与我们讲座的其他的艺术家 我们所艺术家用的这个媒材呢 有这个平面的水墨 也有平面的版画 也有平面的油画 这比较传统的 感觉比较传统 那你们去看一下他的作品 我会这样觉得 然后有空间上的装置 还有影片播放 甚至有机械动力的投影 就是有一个机械 等一下可以看得到 还有可以互动的这种录像的影片 那个作者现在在现场 还有行为观念 他展出的是文件 因为他没有人 没有直接在那边 所以他展出的是文件 甚至还有看起来好像是很传统 但实际上就非常的不传统的这个木雕 所以这次展览也是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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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种本质 所以你们在看展本的时候 应该去体会一下那是什么 这比较重要 下一页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下 这个我们岁岁烈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是什么 那要开始之前 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 我小小念 所以一定要再强调一下 就是说我们为这个展览 就是这些艺术家付出很多 那这些艺术家他们其实 有的呢都是 有那个作品都在国外 然后找不回来的那种 国外巡回找不回来 还要去跟美术馆借展的 还有那种那个双年展正在展 然后被找来展 还有那个作品都已经被收藏了 从收藏家手中找回来了 还有找很多的画廊帮忙 各方面这样子 好不容易弄了一个这样的展览 那我弄这个展览 还是因为 最主要是因为我是交大的学生嘛 对不对 总是要为交大做点事啊 要把这个要先放在交大 然后之后看要怎样再说 一开始就是要从交大 我希望在座同学也能跟我有同样的想法 就是说你们从这边以后毕业走出去 你们有什么好的 有什么好的要先拿回来学校之后 看要怎样再说 这样子 好 那我们下一页 请这个第一位艺术家来讲一下他的创作 那吴季涛老师呢 他是台北艺术大学水墨的教授 然后这个系列呢 其实正在国立台湾美术馆 现在的一个双年展的作品 同系列作品 然后如果本来要看这种作品 你必须到美术馆 那现在你可以在交大的一文空间就看得到 所以你们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好 看一下吴老师的作品 OK 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啦 这个我老婆在我家里每天都看到我在画画 所以要去看这个作品并不是困难的事情 那我刚刚我第一次来交大 活了四十几岁 我刚刚在那个座位上试图寻找熟悉的眼神 不是我认识你们 而是我一看 看也都不是像学美术的人 因为我的意思就是 那个未来科技人的眼神长什么样子 然后直到我看到一个女生穿着假脚拖进来 我就很开心 我说 那个有点美术系的感觉 结果学姐说 教大很多学人都穿假脚拖 所以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艺术家只是一个身份 即使你们未来做成为一个科学家 或是在你的行业里面 它都只是一个对社会 对自己所认真看待的一个工作 那我大概先讲一下我这一次的作品 主要这三件 其实是会有一个历程 这个创作历程里面 主要它所引用的逻辑是 我们的现状会是我们的现状吗 比如说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 就有三海经 在三海经描述了一个在 人类似乎还没有完全成熟 而这个地球的其他的地方 有奇怪的山 山上长着双头的人 或是有翅膀的怪兽等等的 这个传说 那那个传说是不是 就在人类文明还没有完全 发展成熟的时候 事实上是存在那些人 其实我们现在还 可能某些人还相信 尼斯湖还住着一只奇怪的水怪 或是哪一个山上 有奇怪的雪怪等等 就是它还没有完全进化成 人类的那些奇真异兽 那我的幻想只不过在 在未来当人类灭亡的时候 那个未来恐怕也很快 如果你们都懂科学 你也知道 环境气候的变化 可能让人类的生存在 未来的五十年到一百年之间 就会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那我其实回想的是一个 当人类灭亡之后的数万年之后 是不是这个地球上 还会有其他的生物存在 而那个存在 其实是不是就跟上一次的轮回 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以在这里面 我其实试图只是用了一个消磨 或是消食 这样的一个状态来描写 现在人类对这个地球的破坏 以至于它在未来 所呈现的那种奇特的状态 所以我会说 如果气候诡异阴阳混乱的时候 实际上万物颠倒 这一切的一切 就会可能回到一个枯极的状态 但是枯极过后它一定会有 也许我真的很开心的会说 因为这个数万年前的蟑螂 到现在还存在 所以数万年后 这个地球上还是会有一种动物 一种生物存在 它就是蟑螂 那这里面就是 上海黄金是我 我自己虚拟出来的题目 也就是说在这个 这个灾难过后呢 是可能会有一个 当时的天地造物的 有一个叫做主九阴 它就是一个盘古 开始造天地 因为这是在 《山海经》里面 那个叙述出来的 那它如何让这个 重新再现这个世界 所得到的一个感受 那 这五件作品是 现在在台中美术馆的双年展 所展出的作品 它其实是 整个系列里面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它其实还一直在画 所以也没有说 这个系列一定是几件 但是大部分你就可以去理解说 我所谓的 这个 重新回归到那个 那个原始的世界 洪荒的世界 它其实会有 比方说称为龙生鸟手的神 它是束手在这个南山石漆峰 然后保佑整个这个地方的安全 或者是说有一个染鱼 它其实是一种欲凶辟邪的动物 这个都是在《山海经》里面寄数的 那我的《山海黄金》 其实是虚拟的 因为《山海经》里面 没有《山海黄金》这个区块 那这边像 如果说整个地球被火食 被火焚了之后 它会呈现什么样子 或者是 当整个地球变成一个极地 极地 就完全是一个冰封的世代的时候 它可能是什么样子 或者是说 其实在《淮南子》里面就介绍了 当时女窝练武色石补天的时候 它其实当时还杀掉了一只黑龙 而这只黑龙是因为它到处焚烧 所以他们就把那只黑龙杀了 等等的这些传奇的故事 甚至是当练武色石的时候 还要必须斩断一只大鳖的四足 就四只脚去震住东西南北四极 这其实都是在古典的故事里面 曾经说过的 不是很清楚 因为里面有一只乌龟 所以它最后在我的心目中 它那个八体合一的时候 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们今天在会场里面 我们看到的 其实就是中间的三张 那当然 在这里面有一些 如果我们可以 那我其实必须去讲说 这个奇特的故事的描写 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开始的 而是我曾经在大概2003年的时候 我还在画我喜欢的风景画 比方说我到台湾的各地去写声 然后我就看七美 看这个北台湾的风景 或者是什么龙坑等等这些地方 可是在我做刚刚那个八连评之前 其实我已经在慢慢的把一个风景画做一个转变 就是从2003年到2012年 这九年的时间 我重新再去看到这个土地的时候 我其实是看到那个土地里面那种些许的变化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往往会说今天天气气候很奇怪 比方你看到黄昏的状态是一种粉红色 你就会觉得好像是暴风雨要来了 可是如果它没有 那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土地又修复了 事实上土地的修复没有那么快 也许你会在大自然里面看到一点点小小的伤口 就好像你在你身上看到一个小小的病症 然后你就会觉得 这个好像没什么大不了 然后三个月之后它变大 后来医生跟你说这是淋巴癌 所以其实我们的大自然很有可能就是在那个 小小的灾变里面慢慢在转变它的 它跟我们的关系 在人类丢弃了非常多的这个 废弃物 环境荷尔蒙 重金属等等这些 所以它是从一个第一张其实在右上角第二张 那个就是一个台湾岛被 我们常常在电视气象里面看到台湾岛的样子 你就把头一偏 它就是电视台看到那个台湾岛的样子 就从台湾里面看到这种小小的 这个风景上面的小小灾变 后来它可能会变成这个大的天灾海啸等等的事情 所以有两套彻业也是在那个双年仔里面讲的是这个 那其实在里面我最后写下的是说 庶载间南岛行王所见 为后代子孙记下这美好跟隐忧 而这个隐忧就是未来你们可能看不到这样美好的风景的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回归过往的创作的话 我必须去说这是98年我的作品 它是一个写生的可是我在大自然里面看到 看到我自己那些情绪的波动 所以它其实描述了一个自身 就是对一个艺术家本身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种挣扎 那后来我其实也在那边看到了台湾 逐渐我看到那个土石流 把它变成一个四连品的作品 所以这种其实都是有实际写生的 比方说这个右边那两张可能就是在 瑞港公路瑞隧道大港口在台东那个地方 瑞港公路上面我们看到的一个 那个断岩残壁的状态 那我也去过了921大地震那个九分二三的原爆点 所以当时去的时候是921结束的两年之内 去那个地方 去那个地方其实是完全是一个非常阴森的状态 因为我们心目中知道说那个地方死了很多人 然后它都被埋在土里其实没有被挖掘出来 那后来我到了澎湖赤嶼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让我觉得非常特殊 如果懂地质学的人都知道 它是一个台湾真正曾经有过火山喷发 尤其在那个赤嶼的最后面那一块 它是一个火山喷发口 所以它的石头的岩层层面 有几种不同的岩层的这个交错 那我几乎很奇怪的是在那个地方 我似乎看到了人类的原始跟面临的死亡 那个死亡其实是对我自己 我只是跟我太太说 回来之后我很兴奋的 那时候我太太才跟我刚生完小孩 我很兴奋地跟她说 我以后死掉了之后 请你把我的骨灰撒在这个地方 我在那里我看到一种焦灼的状态 好像我就应该要在那里成长 当然我知道我住在那里 应该我就没有网路可以用 也没有电可以用 也没有7-11可以买 它其实就是一个精神上的 托育的一个状态 那后来我就慢慢地去画一个 自己存在感的那种不安定感 它瓦解了那个原始很强烈的那个情绪 变成把自己塑造成一颗 悬浮在海面上的岛屿的样态 也呈现了自己内在的某一种 这个有人看到这张画 他说你画了很好的风景 可是你其实完全不允许 我们爬进那个山里面去面对 对 我知道你爬进去 你爬到最远山 你还会被天空的那个漩涡所卷入 那最后我画了一个《潮浪读网》 这件作品其实是在说明了 我引用了一个诗人讲的 他说好吧 我将从孤独中脱身 但是我该往何处 我觉得他其实就在说明了 这个自己的胶着的状态 那在更远方的地方 有人说是龟山岛不是 左边用了那个蓝羽的 有一个五孔洞 它是当地人一个奇神的地方 可是我把它做了一个转换 而在那个中间那道白线的 后面那个山头上 你会看到山上有一个骷髅头 骷髅的面具 那它很像是我自己对自己 健康身心状态的另外一种隐忧 那有一天我在画画的时候 我们发现其实真正面对 其实我很喜欢画画的时候 开新闻 开电视 那你就会看到说你在画画的时候 你在你曾经在自己非常安静的 画桌上工作的时候 事实上外面的世界正在转变 比方说爸爸风灾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后来就把天崩地裂的 这个题材放进了我的画里面 而它慢慢的就变成 我后来把刚刚那个赤羽 那个山再把它转换成一个 看起来很像火山或是原子弹爆发的 一个奇怪的场景 事实上它又跟我所喜欢的 北宋绘画里面 郭熙的早春图的那个卷云村 有一种相互连接的关系 而这张画的 这张画画的时候是我太太怀孕的时候 但是最后画完的时候 也是我的小孩可能已经两三岁了吧 中间花了很久的时间 就是碎碎炼 那有一个人问我说 那你的艺术都在画你自己 你到底关心过什么东西 其实我真的后来发现说 对啊 其实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 有对一个天地 有对一个环境气候的灾变的 或甚至是我其实后来看了 就是我的学生跟我说 老师 你看过《2012》吗 我说没有 他说我发现你的画里面跟《2012》很像 所以我就真的直直续去看完那部电影 看完之后的那个晚上 我工作到大概下半夜的三四点 我把接下来你看到的作品的 草稿大致底底 那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所以最后我做了一个系列的作品 称为《末日的晚歌》 那它其实连接了我过去的三个时期 其实大概是十几年之间的创作 第一个叫做《无尽的荒言》 其实谈的是自己 自己内在的荒寒 然后第二个是悬浮的岛屿 就是谈的是自己 对人生目标的不知何所往 那最后末日的晚歌其实是说明了我们所 即使我们找到了一个所往的方向 最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 所以从这里开始 我们就开始依照了一个地球的出生 然后到冰山的溶解到气候的变迁 甚至到土地的沙漠化跟地震的灾烈 还有土石流等等 它其实慢慢就拉到台湾我们所处的环境来 然后知道这个环境的灾变 其实是一个我们共存状态下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如果你看这个作品很快 它其实那个作品你41张全部看完 你发现好像其实人生大概经历了 两三百年的环境灾变 我把它缩拾到这个状态下来 那最后会有一段是属于这个因为暴雨 也就是说当环境灾变之后 其实就会有一个雨量不平均的分布 然后最后会有一个 台湾居然会有龙卷风 真的有 那我在中间画的是台北101大厦 它其实最后 我们这个岛屿其实是非常浅的 所以当这个冰山裂解之后 所谓的海洋上升四公尺这件事情 事实上最后淹没的是台北市宜兰等等这些地方 那最后就有一些不知名的灾变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最后这个作品的产生 这个是311日本海啸之后画的 就是当这个岛屿面临到海啸的时候 我们要逃到哪里去 可是最后我做了一个结尾 我认为如果把它结尾到一个死亡的状态 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 那我后来就想说 那我们的未来是到底 我们面临生存的灾变的时候 是往左边走到完全死级的状态 还是维持现状保有青山绿水 前面那个小朋友就是我的小孩 因为我爱他 所以我希望把美好的环境留给他 而不是把这个破败的土地留给他 所以如果回溯来看的话 我的小孩在右下角 如果回溯来看的话 我希望这个作品的终结 它是一个等待大家去唤醒自我 对这个生命的目标 跟你除了赚钱之外 你其实还有一个自己 对这个社会的责任等等 所以说到最后它其实 大概是从2001年开始 我开始对 在真正遭遇到921大地震之后 我对于一个自己所处的环境的一些隐忧吧 甚至是投射到 那接下来我的下一代继续生长的时候 它将要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所以我只能做一个总结就是 艺术其实也不仅仅是像 刚刚婉珍所讲的 可能是一个对过去艺术的 新的面向的讨论 有时候它其实回到 对我们这种艺术家来讲 它其实是回到更自身的 更自身的 我不再 我不会再去处理艺术史的问题 因为它跟我没关 我处理的是作为一个画家 我身处在这个土地里面 我的生活 我所见到的 我所对于众生未来的 一些试图改变的现状的一个想象 谢谢 那这个顺序安排是按照这个展览 你进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 季涛的作品 水墨 然后接下来呢 你会看到的是这个 玉南的这个装置的东西 那这个是他当时给我的草图 然后你们等一下可以直接看到这个草图之后 实践的成果 他是直接 真花实草 但是假蝴蝶 好 这个 玉南 刚坐在台上我就一直在想 今天大概 呃 晚真 晚真老师上课 我应该会是最后一个报告 那没想到 呃 我竟然是第二个 因为我每次都跟学生讲说 第一个报告没有人会听 然后你很快就结束了 可是刚那个 吴老师报告得很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清楚 那 呃 我也稍微介绍一下我的背景 因为我相信 呃 从 从作品里面 然后再慢慢带到我作品的部分 呃 我大学念的是艺术 然后我在 在大学的期间做了很多 呃 有的没有的东西 有的没有是表示说 我并不是那么认真的在画画 我可能做了一些影像 做了一些装置 那特别是在 呃 装置里面 呃 它需要跟空间有一点关联 那所以 呃 呃 呃 在当时 毕业的时候 呃 我就选择了交大建筑所来 来报考 那 我完全没没料到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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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了一个学期 呃 应该是说念了一个学期 我觉得很痛苦 呃 一度想要休学 因为这跟 跟我在 北异大 呃 几乎 呃 校园里面 看不到什么学生 的那个状况 是很不一样 但来这边也看到 看不到很多学生 因为很多同学 还有都躲在研究室里面 甚至天黑了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天黑了 好 那来到交大的状况是这样 那后来呢 呃 呃 念了 念了 我想说既然 来了 因为人总是会对于一个陌生的东西产生不习惯的感觉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必须得去去面对的 那念完了之后 呃 我也莫名其妙拿到了一个理学硕士 这跟我的 我的 从小的志向就不太一样 我认为我应该是一个文组的 或是一个做艺术的 那没想到拿了一个理学硕士 那后来 呃 呃 毕业之后呢 我就跟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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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經過一些調整 我覺得是非常的有問題的 就是說我們的工作室狀態就是說 可能現在的時間是我們醒來的時間 然後才開始真的工作 然後工作到晚上大概早上六七點 那這樣的生活以及我們的整個狀況 並沒有到調整很好 所以我們就分開了 那拉回來重點就是說 在教大跟在藝術學院裡面 我得到的東西是不太一樣的 在從事藝術的時候 其實我比較喜歡比較關心現成物的部分 就是說那樣的題材是對我來講比較感興趣的 所以在我過去的作品裡面比較多是互動 然後跟我們所看到的作品是有關的 那因為就是在來今天之前我沒有特別準備一些簡報 是因為我有一個壞習慣可能晚真有寄了一些信 然後那個信我看了他的信就覺得 策展人寫的信應該是沒有什麼重要的 我就直接把它忽略掉 所以我不知道今天要做簡報 那我還是會從就是 臉書上我過去的一些作品來做一點介紹跟連結 那在我的從事 就是說我畢業之後我從事的部分比較 藝術的部分比較少 那但是這幾年的就是說我在做案子跟在教學過程中 我發現其實再回頭看我自己創作的東西 其實我是用比較藝術創作的方式在做設計 那所以等一下會有比較多的設計作品給同學看 就是說那樣的作品可能跟市面上比較流行的作品 是不太一樣的 那也因為這樣子所以我們的 我們的比如說只要我們做設計 都會比較偏向藝術方面的 那我先講一下這件作品好了 就是說我基本上我很喜歡逛跳槽市場 那我對於剛剛吳老師提到的環保的議題 我基本上我是一個比較悲觀的人 我認為地球毀滅是必然的 就是說因為人類是地球的癌細胞 我們做任何的事情你沒辦法去避免 去減少碳足跡 你只要一睜開眼睛你就必須得再消耗這個地球 但是我要講的是我還是會做 我還是會做資源回收我還是會做分類 然後我愛地球的方式我就盡量用舊的東西 使用盡量不買新的東西 盡量讓自己的生活做到比較低限 然後東西的再利用 然後後來這件作品呢 就是說我去跳槽市場 我剛好我看到了一個蝴蝶 然後他在那邊跳動 那我覺得非常詭異的是 還有三分鐘 好 我講快一點 然後我看到了蝴蝶 我覺得這個東西好酷喔 就是說他在那邊抖動的那個姿態很像真的 那同時呢我又經常就是說 我半夜的時候我經常出去逛的時候 我都會注意路邊的大型廢棄物 因為只要有好的家具我都會撿回來 那這是我的習慣 那這件作品呢是因為我在路上剛好 然後我相信同學也曾經看過 在某一塊的基地裡面看到 有東西圍裡被圍起來 然後你如果你有興趣過去看的話 會發現裡面有兩個推車 可能他們施工到一半 那我就對這兩個東西 我覺得它簡直就是一個 活生生的大型裝置藝術 那我就開始對於這樣的物件 產生一個想像 如果這是它上面的長出了花 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那當然這樣的想法是 比較一點一點的累積在心裡面 然後在某一個機會之下 我就把這樣的想法整個整理起來 就變成了這件作品的一個概念 我放棄介紹臉書上的作品了 我覺得同學再上去看好了 那我再講講這件作品好了 因為基本上我認為 就是說因為我有從事室內設計 所以我也常發現說 有些人的業主就是說 他的家庭已經很好 為什麼要再多花錢去做裝修的這個動作 那所以我在使用推車的時候 同時我把推車表證的就是說 你在建設這個城市 或是建設這個環境的同時 那某些東西也會隨著你的破壞而消失 好譬如說花卉或是一些 濕地生態環境的部分 那最後可能會留下來 就只是會抖動的蝴蝶 那抖動蝴蝶可能你要喂養它電池 或者說在太陽比較強的時候 能夠讓它動起來 那在做作品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說 你從生活裡面很多東西 你去體驗了 你去觀察到了什麼東西 那個東西對你的影響是比較大 而不要習以為然地去忽略它 這是我在目前在做創作對我影響最大的 而我跟有些做創作的就是說 我不太會去畫一些或是探討一些遙不可及的遠大目標 因為我相信從比較小的地方可以看到比較有趣的畫題 而且這些東西是共同的 那從學校學習到現在 我認為我到現在都還是一個在學習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我們學習是為了進入一個框架 可是我們進入這個框架的時候 我們同時 就是我同時也在思考我如何突破這個框架 那如何 當你即將達到這個邊緣的時候 你會知道你那個邊界是在哪裡 那我的介紹就到此 謝謝 好 那進到展場之後呢 接下來你會看到的是那個呂浩遠的油畫 那這位藝術家他今天家裡有一點事情 所以沒有辦法來現場跟各位介紹他的作品 他的作品他是油畫 那你們待會看的時候發現 應該說我選的現在展出的這些作品都是插在瓶中的一些植物或花朵 當一個生命離開他的母體之後 他是不是還有生命力 可能這個 那對於這個藝術家本身 因為他也是我的十多年的好朋友 以我對他的了解 他從 有些藝術家是這樣子 他在從事藝術創作的時候 未必有像剛剛那個季濤還有玉南他們有一些很深的這個概念在裡面 他可能就是畫 他就是畫就對了 這種藝術家 而問題是他畫出來的東西卻讓觀眾非常有感覺 這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那他的作品就是這樣子 所以適合看原作 那大概就是油畫 下頁 大概就是這幾件 然後接下來是那個儀利 儀利也是很辛苦啊 他這個作品也是在國外跑來跑去 人也是在國外跑來跑去 前一陣子才剛剛從韓國回來這樣子 所以請他講一下他的作品 嗨大家好我是葉儀利 那個我也稍微自我介紹一下好15分鐘 我原本呢在大學跟研究所呢 我主修的都是雕所 那因為我研究所是在台南藝術大學念完 念完以後回到台北 那回到台北 我們離開校園呢 對一個藝術家最痛苦的就是空間 在城市裡面 假如說你做立體造型的東西 你要花錢啊 給作品住的空間的費用 高於人住的空間的費用 所以呢我決定改材質 那改材質呢 所以當然這也牽涉到我就是說 我就是我從小就很叛逆啊 我沒有辦法在框架裡面生活 所以我就決定當藝術家 然後我又是一個在家裡待不住的人 喜歡跑來跑去 所以當時台灣的文化政策裡面有一個 對於台灣當代藝術家還算不錯的文化政策 雖然我認為台灣文化政策有很多的問題這樣 但有一項不錯就是 當時是文件會 他提供每年大概有五到十位藝術家 可以去申請出國駐村的計畫 這一類的計畫 那我第一個計畫就是去 我第一個計畫去出國駐村不是文件會的 是一個私人的亞洲文化協會 那去紐約六個月駐村 那我覺得我們整個亞洲會 或者是台灣的教育體制就是 教我們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但是到了第一次到西方的紐約 住了六個月看了很多東西 那基金會給了我兩萬塊美金 很好花 我把它花光了 然後我說那我要不要交功課給你們 功課 什麼功課 不用啊 要不要做展覽 不用啊 什麼都不用啊 我們花兩萬塊是來讓你感受 什麼叫紐約的藝術文化 原來是這樣 好爽 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我的重點 那藝術無用 所以藝術是最有價值的東西 那我可不可以做一個無用的藝術家 沒有用的人 我做出來的東西不是拿來用的 也不是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價值觀是奠定了我之後的 這個十年的發展 所以因為去了紐約 那我除了看了很多視覺藝術 我還看了很多表演藝術 所以從紐約兩千年住村回來之後 我就轉換材質 因為我剛剛提到 畢業以後回到城市空間問題 所以我就改成做 用我身體當材料 然後做錄像 以錄像或攝影的方式記錄我的行為藝術 所以就是從2004年之後到2014年這十年呢 我做的比較多的就是行為錄像的作品 那在那之前是做了一些雕塑這樣 雕塑或裝置 但是到了這個十年之後 因為這個行為錄像 因為無用嘛 所以真的很難換錢 然後呢 所以在這十年我還學習了一個最厲害的技巧 就是你要當一個藝術家不容易 所以你要學習一件事 就是借錢 所以非常會借錢 然後呢 所以到這個是一個十年一個段落 所以我又開始回頭做 稍微跟現實做一點妥協 所以我這幾年開始又開始做一些雕塑 那我來介紹一下我的作品 不好意思我要站到這邊 因為那個是網頁不是PPT 剛剛有講到 藝術家都不鳥那個策展人的心 我也沒有鳥 所以我沒有做功課 我就沒有做PPT 因為藝術家不喜歡被框架也不喜歡做功課 我自己來好了 好 那我就來稍微介紹一下 我先介紹這一次展覽的作品 好 好 因為那個網路跟時間的關係 我就看圖片 那這個在現場是一件 還點不進去 好 因為網路實在有點慢 好 好 算了 我們剛剛他的PPT 好這個 好 這一件作品呢 叫拉拉拉小島系列 然後是我2011年 不不不不不 2011年去飛 南非 印度洋南非 馬達斯加旁邊有一個小島 叫牛尼旺 然後它是 之前的法國殖民地 現在是 法蜀的海外省 做三個月租村計畫 然後這個小島呢 跟我們台灣有什麼鄉鄉的地方 它也是南島嶼系 因為我們也是南島嶼系 它是南島嶼系最西邊的島嶼 那因為它有過去的殖民歷史 有英國跟法國在爭這個殖民地 因為在非洲有很多的 英國跟法國的殖民地 那所以它也是一個多元化的小島 它有五個民族 有當地的黑人原住民 有殖民者法國人 然後有移民者 有二戰之後來這個非洲做生意的 印度人跟中國人 還有阿拉伯人 所以那個島很小 大概只有台灣人四分之一吧 可是它有五個民族 那所以它就是一個多元化的產生 那我這一次在那邊展的兩支作品 叫做拉拉拉小島 跟拉拉拉小島的小島工業 主要我就是拉拉拉小島 我把五個文化元素放在裡面 我就是屬於中國人的 這個中華文化的部分 那我在那個作品裡面 我就是有揮動一個中國彩帶舞的那個彩帶 因為對我而言 那個是一個東方的元素 很像寫書法這樣 然後呢 我找了兩個當地的原住民 沒有就是當地的人 Local的人來 就是我說真演員這樣 有沒有人要跟我玩遊戲這樣 所以呢我就找了一個黑人 跟一個印度人跟當地黑人的混血 那就有印度元素 然後呢我又去當地的那個 就是City Hall 有一個自由女神的柱子 跟那個法式的教堂拍攝 然後還有去阿拉伯的廟宇拍攝 就是回教的廟拍攝這樣 所以我融合了五個元素 再放在拉拉拉小島裡面 然後小島工業 其實那個小島跟台灣很像 有兩個重要的經濟作物 一個叫做鳳梨 一個叫做甘蔗 那所以我就去他們那個做糖的工廠 因為糖 這糖可以做糖也可以做萊姆酒 那那個小島沒有什麼經濟來源 只有做糖 所以那個歐洲最貴的那個咖啡喝的紅糖 聽說都是那個島做的這樣子 所以我就拍了一個這樣的作品 那就是說主要我的創作是透過一個角色扮演 或者是跟就是找別人一起來角色扮演 那透過一種行為藝術的方式再做一個紀錄 那但是在這個行為藝術 我跟別的行為藝術 比較嚴肅型的行為藝術創作者 不太一樣的是 我是屬於 我希望是用一種輕鬆的方式 在面對我自己的生命 那因為我剛剛講的 我覺得我們過去學習太多教育 我們要成為一個什麼有用的人 所以那有沒有可能我 我的結構是鬆散的 是沒有事先安排的 是我不想思考太多 就像小朋友在玩遊戲的方式 所以我每次找同伴或夥伴來拍這樣的作品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我找到了一個場景 我常常在一些大自然或一些城市裡面 做一種對比性的就是行為表演這樣子 那在這樣子的表演機制裡面我就說 那我給你服裝道具還有這個景色就開始玩 所以我們在過程裡面可能有打鬥 然後有遊戲或是有揮動彩帶等等之類的 這些都不是事先安排 我也不知道我到了那邊會做什麼事 但是我比較希望我可以到帶到小孩 幼童時期我們不需要思考 好像在玩遊戲的方式在做我的作品 然後我企圖讓我的剪接 雖然最後我還是 難以拋棄藝術家的那個 就是需要精緻完美的方式 就是去我們做了很多後製 但是我企圖讓我所有的東西是 破碎沒有連結是一種鬆散的結構 我認為我自己認為 我把它剪得很鬆散或很瑣碎這樣 因為過去的作品裡面可能比較多的呈現這樣 那這是我大概介紹一下這一件作品 還有幾分鐘 好三分鐘 然後因為很難按進去欸 怎麼辦呢 好那我希望我可以隨便按進去一支 十年前的作品 做一個對照好了 然後十年前呢 第一支這一件作品叫做 哭手菊花花 希望按得進去 好 但這應該沒有聲音對不對 欸有欸好 這是我十年前的作品 做一個對照 那先 就是我的作品裡面還有一個特色 那包括現場的作品裡面有一個特色 因為我很喜歡看武俠片 所以我企圖都會把武俠片的元素放在我的作品裡面 然後這個是十年前瘦的時候 這件衣服穿不下了 好 那我就 是 因為我覺得那個武俠片 很爽 可以復仇 可以有很厲害的武功 因為藝術家有最大的特色 當代藝術家有個最大的特色就是 天馬行空不切實際 那我就常常天馬行空不切實際這樣 然後 然後 這件作品像這個是桂林的 什麼江啊 梨江 我就是去了中國 看了中國山 所以覺得 跟我閱讀的歷史地理有一種 格格不入的感覺 可是他又很真實的在我面前 我03年去了 所以我04年決定去 03年我第一次去中國旅遊 然後04年我就決定去 那個梨江上拍的一個作品這樣子 就是做了一件很像怪物或怪獸的衣服 站在竹筏上 來講說 站在那個歷史課本或地理課本的中國山水裡面 我自己的感覺是格格不入這樣 可是卻又很熟悉 所以我就噴了一些彩虹坑花 可是只要我經過的地方 就是有彩色變成黑白的這樣 好時間到好 那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歡迎下一位藝術家 謝謝 那個一例就是 其實有點可惜就是說 我們這次這個展覽有遇到一些 器材上的問題 所以他其實還有另外一件作品 就是他以非常武功高強的在 在打那個太極拳 然後可以逼退那個海水那個 那一件作品就沒有辦法呈現這樣子 那一例他的作品就是 常常用一種非常詭諧細孽的手法 可是在這種輕鬆詭諧之中 他要探討的議題我認為是相當嚴肅的 這個就留待大家就是好好去看這個作品 那接下來是那個李根載 那李根載他是那個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系的教授 那他今天去擔任一個重要獎項的評審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來現場 那這個作品這個作品叫做《指鹿為馬》 那如果是住在台北市的同學 也許會在台北市的街頭就會看到這個作品 那他是呈現在台北市的那個廣告的看板上面的 那這在說什麼 那重點都不是上面那些 重點是在最下面那個小小的小字那一句話 這才是他作品的重點 大家看不太清楚嗎 這個就是說 這是我買的版面 我說什麼就是什麼 所以我要說他是馬 那他就是馬 那在這系列包括指鹿為馬 還有指雞為鳥 還有指猴為人 等等等等之類的 下一頁 那上面就是大概就是還有那個指貓咪為老虎 那這都是在台北市的街上可以看得到的他的作品 這在說什麼 就是一種詮釋權的問題 有時候東西在那邊 你要怎麼去詮釋它 對不對 發言權 發言的那個人最大 他說什麼就是什麼 那這也顯示一種人類的自以為是 跟高傲狂妄不羈 好 大自然都為我所用 我愛怎麼用就怎麼用 即便把它 即便成了地球的癌細胞 也在所不惜 是嗎 好 這個大概 李根載的作品 那我們這一次也是呈現在展場上 你們可以有時間再去好好的看一看 那下一頁 好 那接下來這個是吳季聰 吳季聰就是已經進入到二樓 二樓裡面的一個暗室裡面 吳季聰這件作品是從鳳甲美術館的典藏 是借展過來的 然後有些人一直想要看這件作品都看不到 然後這一次讓他重現江湖 然後在部展的過程之中 還有人這個粉絲大老遠慕名而來 就是為了要看這件作品 好我就覺得哇 有這麼嚴重嗎 不過他這件作品 這件作品是他在大學四年級的時候的創作 好 已經是有點那個 但是他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作品 那他叫鐵絲網二號 好 你會看到有發亮的那個是有個燈泡的燈源 然後會投射在牆上 好 下一頁 那這個機械的裝置是他自己組裝的 他自己去買零件 去買透鏡 然後把它組裝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它是一個很冰冷的那個機器 那在這邊呢 那在這邊呢他用了一些這個 那個叫什麼 這叫什麼 齒輪 對齒輪的構造 可以讓這個上面那個圈圈的那個鐵絲網 很緩慢的在轉動 那因為這個鐵絲網很緩慢的在轉動 他在投影出來的這個圖像 就會有所變化 好 下一張 它就慢慢的慢慢的變化 那你們看這個投影出來的像什麼 它其實就像中國水墨化的山水 一個這麼冰冷的機器 投射出一個好像很溫暖的山水 而且它在變化的過程之中 你會覺得你好像在走進去 這個山水之中的這種感覺 所以你們在看這件作品的時候 必須好好很安靜的看著它 而不是一晃而過 就這樣就走了 你要去感覺它 去感覺它 這種冰冷跟這個溫暖的這個熱度 之間的這種關係 甚至去看一下它的這個 所謂的山脈的這個機理的呈現 它有濕焦的部分好像渲染 可是沒有聚焦的部分 又很清晰的表現出那種山脈的這種 機理的這種東西 也很值得再來看一看 好 下一張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赤楠來講他的作品 大家好 我是赤楠 然後我今天一大早五點多起床 然後坐到六點多的車 然後趕來這裡 然後我一直在想說 所以我一上來的時候 要怎麼讓自己歸零 然後重新跟大家講一些事情這樣 然後就看到我的鞋子 然後我在講藝術 我的鞋子今天來的路上它開花了 所以這開花的鞋子 我就必須穿著 然後用奇怪的那個步伐來走路 我覺得這個狀況很迷人的原因是 我覺得開口的這件事情 是我的身體一個很自我很內在的東西 然後可是我必須要走在路上 然後走在這裡 然後在這邊跟大家說話 我會有一個奇怪的動作 一個行走的方式 那我覺得那種奇怪的身體的知識 本身就是藝術 我不知道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我內在有非常私密的部分 然後我又不得不做出來讓你看到 那可是我不想那麼自剖的那麼開 讓我自己覺得害羞 所以我把它蓋了起來 然後人類就這麼奇怪的狀況去把作品呈現出來 那就是我在做作品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態度 所以刺男還沒出現 所以我再掰一下 然後其實我樓上的作品 就剛才那個刺男那個東西 其實是在這樣的狀況上去做的 就是說 我有我很內在的東西 可能會有很多的悲傷 我大概情感上有一些問題 然後對我的家人怎麼樣 那這些東西都會包在作品的最裡面 那可是我為了要能夠接近你 讓你能知道我的心情 所以我把你最喜歡的包在最外面 所以當你靠近我的時候 基本上是被我吸引過來的 這是有策略的 可是當你靠近我的時候 然後我會很害羞地說 哇 你快要看到我了這樣 這是作作品的過程 然後我講一下我的生平好了 就是 其實我是讀機械系的 大學的時候 我從小會熬夜畫圖 然後我高中的時候 我數學跟物理都還不錯 然後老師就說 你讀理科 就去填一個理科 又可以畫圖的科系 然後就讀了機械系 因為他說可以機械製圖 然後我進去之後我就傻眼 然後我就四年都在那個 中山大學外面的那個海邊畫圖這樣 那也為了要證明自己可以走這一行 然後我就畫油畫 然後就開了兩次各站 然後上報這樣 可是 這樣子的動作其實讓自己好辛苦 就是我 我真的沒有把自己 真的想要的東西 這麼堅持地走下去 以至於我在當兵的時候 非常非常辛苦 那後來 後來就是 到了東海大學的美術研究所 然後我突然就整個爆炸 就是進入一個非常棒的創作狀態這樣 那從那時候開始我才知道說 創作是真正是怎麼一回事 就 我從我自己 就是 那時候我一直覺得說自己 就是跟自己在對話 我自己的煩悶苦躁 甚至到九一大地震之後 我們到在一起去看到知識分子 怎麼樣在那個地方掠奪那邊的資源這樣 就會很毛躁 因為自己也是處於這樣子的人的那個狀態 然後最近 開始不一樣了 就是我開始去處理我跟這個世界的關係 就是 在這樣時間的碎步的過程中 我究竟怎麼了 然後 我被投入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想處理這樣的事情 那我也覺得這樣的事情 應該是藝術創作一個 很重要的所謂的本質嗎 我也不知道 就是那個開始的部分 那刺男是這樣太好了 謝謝 剛才我看到影片可以播我好開心喔 所以我可以讓你們知道為什麼叫刺男 我怎麼樣看到裡面還有更多的東西呢 關於 好 在這裡 這跑得太快了 所以我們先等他一下 那我這邊有一些作品的一些 你看這是我女兒很漂亮喔 她其實很漂亮 她被拍成那個樣子 好 我們看給緩緩的 其實當初緩緩 我想有些作品可以給緩緩看這樣 就讓她來挑 然後 這是我一些作品的那個樣子 很大喔 好 然後我可以解釋一下這概念 這件作品其實藏了我一個暗戀的那個事情 然後 對 然後又不能講 所以就把它做成作品 對 然後這是一些很小見的作品 這些都沒有在身邊了 都被人家搜刮走了 然後就是 我想要試圖作亂 就是說 生命活得好緊喔 想要三八一下這樣 所以就做了一大堆這種 類似這樣的作品 那其實它是一個非常 傳統但是非常搞怪的雕刻 這是我刻我自己啦 那外面那個是鐵釘 那個圖釘這樣 其實我沒有長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亂玩一些東西 可是你們到樓上來看的時候 其實很多作品都被我改掉了 這個就是刺男 我講一下刺男 如果都有影片不能看的話 刺男其實在講 欸 就 就有 欸我不知道剛剛講過沒有 就是一個男人啊 就是他 生活過得很不順遂 有志不能生之類的 就很煩悶 那有一天他打瞌睡 睡午覺的時候 像剛剛有人睡著的時候 就取了一個怨說 說欸 老天爺我想用雙手跟你換一雙翅膀 因為我想要更多的自由 結果老天爺就是應許了他 然後給了他雙翅膀 結果那雙翅膀是不可以飛的 也就是他用他的萬能的雙手 然後換了一雙不能飛的翅膀 以至於在他上廁所的時候 沒辦法拉褲子 沒辦法擦屁股 不能接手機 諸如此類的東西 一直發生這樣 對 那我就用那個東西來 搶自己的一些狀態 所以我現在可以放影片 耶 就是 刺男的由來 看一下齁 演的人不是我 如果 如果跑了凳的話 如果跑了凳的話 是 允許 來吧 如果可以 我願意用手 換裝飾了 看看 可以 看 就算是 可以 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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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ild 阿絲! 就跟你说很危险嘛 你 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放这个锅里 分开 放下 我会放下 爽 装 炸 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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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